玩具清潔小幫手 題目發想 經由我們的觀察 我們發現幼兒園的孩童 常會將玩具掃落一地 尤其狗腔型的嬰兒 常會將玩具塞入嘴巴 使得玩具變成病毒資深的溫床 並聯想 我們經由掃地機器人 推土機 消毒箱 三項物品的結合 製作了此次的專題 讓我們在收拾玩具的過程中 可以做到零接觸 零風險 使得我們的消毒更加安全 作品呈現 讓機器人通過手機APP 啟動之後 首先開啟底部紫外線光 然後照著我們的路徑 下去旁移動 遇到牆壁的時候 將我們的鏟斗抬起 把我們的玩具 鏟入我們的零食回收箱內 同時讓我們的底部紫外線光 可以消毒 我們在跑的時候 移動到的路徑 之後機器人回到我們的消毒箱前 將我們的玩具倒下 拿消毒箱上的輸送帶 上面紅外線可以偵測 輸送帶上是否有玩具 有玩具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轉動 並且開啟消毒箱上的紫外線光 之後再有尾部的紅外線 偵測輸送帶上是否還有玩具 若是沒有玩具 就將我們的紫外線關閉 還有輸送帶也停止 最後發送訊息給使用者的LINE 讓使用者知道 此次的動作已經停止 機構設計圖 左邊看到的是我們的消毒箱 右邊則是我們的機器人 那這是一些我們繪製的3D圖檔 有了這些3D圖檔 我們才能列印出我們的作品 是機器人的側面圖 可以看到目前放出來的圖片 是我們將玩具推下去的 這個機構目前出現的圖片 則是臨時援收箱的擋板 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臨時收集箱的設計圖 這個是馬達的固定架 再來看到的是手臂的抬身架 接著看到的是我們的產動設計圖 消毒箱部分可以看到的這兩個是黃外線固定 以及輸送帶的固定軸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